白色车门上被人开了十多枪弹痕累累打在驾驶座的车门上 坐在车内的驾驶身中四枪随后被紧急送一好险战无大碍 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就跟放炮一样的声音 大概有枪还是有枪的 回到事发现场9号下午2点 王兴男子开着白色冰事车在新竹省令路上 突然遭尾随的黑车持枪往驾驶座射击 车门瞬间出现十多个弹孔 王兴男子闪躲不及身中四枪 分别位于后背与下肢 其中一发子弹还卡在胸墙内 警方获报后即刻前往现场 并通知救护单位进行抢救 王兴驾驶目前已送往医院治疗 令警方已调阅附近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 及其查其中 警方调查后发现 王兴男子附近去年7月也曾在胜利路上开20多枪示威 结果隔天回现场查看时 却被仇家开车撞死 当时身穿白色T恤的旧式王兴男子 趴在地上申请紧张不断求救 相隔一年后 王兴男子同样在胜利路上遭人开枪狙击 到底是何人所为警方正深入调查当中 记者和孟前杨芷玉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